好,再來第十題 看起來很囉嗦的題目 389分之1 加上389分之390乘388 然後再減掉379的值 前面兩個人是分數 還好他是同分母 對吧 所以如果同分母你也不用怕 就把他變成389分之 上面是不是就把他加在一起 上面把他加在一起 可是加在一起之前呢 你這個390和388的中間 是389嘛對不對 所以我把390改成389加1 那個388叫做389-1 改成這樣前面再多一個1 好他們依舊都要減掉379 然後呢 我知道389加1389-1 會變成a的平方 會變成a的平方 減掉b的平方 別忘記前面還有一個根屁蟲 叫做1喔 所以分母依舊叫做389 然後再去減掉379 所以等於1跟-1 約掉那389和389的2次方約掉 所以答案就叫做389-379 所以最後的答案很簡單 就叫做10 OK 所以這種題目其實 講穿了反正就是在玩公式 123嘛 你只要把它合併 該消的消 其實這種題目都是設計好的 不會太複雜 好 好 感谢观看